那么说到7月10号是姚晨的预产期 尽管当天北京下着雨 但是姚晨所在的医院门口却依旧是记者成群 但是令大家失望的是并没有如期等到姚晨的 因为一大早姚晨就和丈夫曹玉去逛街购物了 那我的同事也是抓拍到了姚晨挺着大肚子逛街的这一幕 只是这临产日当天还在逛街 这姚晨你的胆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预产期当日姚晨给驻守在医院门口的一众记者放了回鸽子 因为她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出现在医院 而是挺着大肚在老公曹玉的陪同下继续采购 如此大的勇气加体力 郭芙蓉姚晨堪称是娱乐圈中的女汉子 那天姚晨和老公曹玉两人率先来到一家婴儿用品商店 只见姚晨在卖婴儿床上用品及卖水壶的区域稍作停留后 便果断添置了一些小物件 只是夫妇俩来到收银区时姚晨二话不说的抢个买单 商场显然是女人的天堂 即便挺着大肚子姚晨也没有去意 而是始终在前面开路 从婴儿用品区转战到了成人床上用品区 这与老公曹玉得默默的沦为提战利品的跟班 只是眼前的这个大肚子少说也有石经 郭女侠也有不堪重负的时候 尽管如此姚晨在稍作休息后便又开始采购 大有购物狂的精神啊 这不两人又选中了一对枕头 而这一回还是姚晨买单 各位看客两人谁掌管家中的财政大权 一目了然了吧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采购之后 曹玉和姚晨便打道回府 别看姚晨快升了 他却毫不娇柔造作 依旧提着战利品 剑步向车走去 郭女侠你绝对可以的 新闻大线北京登店报道 感谢观看